注意看,这个男人刚花了四个亿买的新房 下一面就天旋地转 伴随着墙面的震动,整栋楼突然开始下沉 屋内的墙面瞬间脱落,横顶的天花板碎了一地 整栋楼下沉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就像是一部急速下降的电梯 就在所有人都绝望之时 整栋楼突然被天空周围的泥土卡住 屋内的人倒霉,屋外的人更倒霉 大长腿本来打算乘车去参加婚礼 可司机偏偏这个时候接了个电话 就晚了那么一点点时间 连人带车都掉进这个三百多米的天坑里 被困在车里的大长腿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候朋友打来了电话 指责他为什么还没到婚礼现场 还没来得及解释 又听见一声巨响 地面上一辆车掉了下去 他吓得赶紧开车门 无论多用力,就是离开 俗话说祸不单行 整栋楼又开始坠落 无数控制的车冲着在顶楼的男人盖伦咕噜过来 眼看就要被夹在中间 盖伦双腿用尽全力将其灯开 自己却被散落的泥土埋在底下 车子来回的碰撞 直接冲到了五路阿洛家 来不及多想赶紧救人 以用力,车把手被拽掉了 大长腿健壮,赶紧自己解决 没成形,车内的把手也被拽掉了 慌乱之时,按到了车窗 竟然能用 两人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到头来一顿瞎紧张 其实这次灾难,早在一周前就有了苗头 阿洛刚搬到这里,就发现房子是倾斜的 他儿子玩的弹珠,一直向一个方向滚 经过一场大雨,小区大门的玻璃炸裂 地面上竟然有两厘米宽的裂缝 他跟这栋楼里的业主提出了抢修的建议 但是他们都怕被外人知道 导致房价下跌,所有人都不同意 一时间,阿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同时大长腿和小美知道 他搬进新家,过来庆祝乔迁之席 没成想,早上睁开眼睛 就发生了这场灾难 他们现在像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就在这时,出现一个人 仿佛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这个天坑竟然有300多米深 被困在下边的人发出生死里结的怒汗 却得不到丝毫的回应 正当几个人束手无策时 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 原来是盖伦的儿子亚索被困在房间 相比较这几个大人 亚索显得格外冷静 他让每个人先去找食物和水以及药品 再拿来干燥的被褥以防受粮 然后每个人轮流守在这里 拿着手电筒向地面不断地发出信号 众人看着亚索就像是看到了救世主 都按照他的指示行动起来 很快他们找到了一些吃的喝的 最起码能撑个两三天 此时地面上的家属都心急如焚 看着面前的食物没有一丁点的胃口 生怕底下的人死了或者是没有饭吃 可没成想他们的关心有些多余 几个人在下面有说有笑 竟然还吃上了叫花鸡 救援队派出了无人机查看情况 可是降到一半突然没了信号 直接掉了下去 众人对着无人机的摄像头说话 试图让上面的人听见 可就在这个时楼体再一次坠落 整个楼面严重倾斜 眼看大肠腿就要掉下去 小美奋不顾身向上爬 拿起皮绳赶紧套在一根柱子上 把另一头扔给了大肠腿 他死死地拽住另一头 众人见状纷纷上去帮忙 大肠腿被一点点拉了上来 就在他和小美眼镜平行时 爱情的火花被摩擦出来 就在此刻时间仿佛停止了 唯独盖伦自己在战斗 一个用力过猛 皮绳被拽断 直接掉进了泥沙里 亚索没来得及多想 瞬间跳了下去救爸爸 看着两人越陷越深 马上就被尼沙淹没 阿洛立刻跑到楼下 砸碎了窗户 尼沙顺势流淌进屋子 盖伦和亚索也逃过了一劫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此时居然对的物资也及时送到 除了食品以外 很有氧气瓶和卫星电话 和地面上取得的联系 本应该高兴 可他们却陷入了恐慌 这个男人纵身一跃 直接跳进了电梯井里 上空不断地落下不明物体 吓得盖伦一不小心松开了绳子 物体急速坠落 产生了冲击 瞬间击倒了阿洛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腿受了一点伤 刚才通过卫星电话得知 阿洛的儿子被困在二楼 他只能奋不顾身地前来营救 爬起来的阿洛 听到管道里有求救声 过去一看 真是自己的儿子 阿洛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儿子告诉他 还有一个老人和男孩也困在这里 但此时的男孩已经没有了呼吸 阿洛背起儿子 在身上绑了根绳子 想把老人和男孩拽出去 无奈的是 出口惊歇得非常严重 阿洛根本没有能力拖动这些人 这时 老人的举动让人泪奔 他直接剪断绳子 放弃了最后的希望 阿洛顺着管道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 最后终于和其他人会合 来不及休息 雨水已经没过了膝盖 他们必须要找一切有福利的东西 就在这关键时刻 盖伦找到了一个巨型大桶 他让众人一个进一个地进去 却把自己留在了外面 不顾众人的哭喊 毅然决然地扣上了盖子 就在这时 雨水从四面八方喷涌出来 渐渐地 水位用力喊着口号 用力向下揣 让筒和电缆之间 有个缓冲的缝隙 好不容易成功了 又一拳打了出去 正好用胳膊挡住了这个大洞 众人脱离闲境 但是盖伦却筋疲力尽 以为就这样命散黄拳 没想到 大桶上的电缆缠住了他的脚踝 顺势被拉了上去 众人不知道 大桶已经漂浮到了水面 还以为会集体隐恨西北 就在这时 盖伦爬上大桶 拧开了盖子 那一瞬间 他们看到了盖伦 也看到了地面上的救援队 更看到了 活下去的希望 这部灾难电影 略带喜剧片段 让我们沉重的心情 能得到一点缓冲 本片讲述了都市人生活的窘境 奋斗多年 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还要提防不掉入开发商的各种陷阱 监视了房价高 成为了普遍的社会性问题 影片的最后是大长腿和小美 在房车里组建了一个幸福家庭 只想告诉我们 房子和家人比起来 微不足道 告诫我们不要跳进那个深坑 那么 现实生活中的你们 在里面吗